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 更看门道 大联盟海盗队打者张玉成先发担任二雷手打第七棒 二局下半两出局无人再累 海盗第六棒Kyle Michel先集出一雷安打 让张玉成有机会在这个半局就迎来第一个打席 老虎先发投手是左头Taric Scobo 对前面六棒已经送出三次三阵 昨天张玉成就已经在IG分享剪头法 看来是把长法剪短干净利落换换手气 先拿一颗外角第一位制滑球 张玉成应该是有等到设定的球种 但拉太快没把握好 海盗播报员特别指出 张玉成本机已经累计19打数弯打 吞下14三阵 其中7次三阵是在海盗的9个打数吞下 偏内角变速球选掉 接着大概是预设攻击速球或滑球 张玉成对这颗近红中变速球挥了一个大空棒 球数来到两好一坏 这颗内角速球投手执行到位 也达到挤压张玉成的效果让他切到球的下缘 机球出速只有69.9mm 行程飞向前中右外野不营养飞球 不过Staycast倒是显示还是有3x40的机会行程安打 因为这球打在接近三不管地带的位置 也让老虎二列手Jonathan Scoop往后退 赶过去接的时候没抓准球的落点 球从手套边插过落地 张玉成在把腿狂奔冲上二壘 被记一只二壘安打 也打回壘上的Kyle Michel拿下一分打点 虽然带点运气成分 但安打就是安打 张玉成本季第一只安打就是常打 终于终结19打数0安打的窘境 打击率也终于突破0.000来到0.050 四局上半的守备机会 打者Willie Castro打出游击方向滚地球 游击球Diego Castillo传给张玉成 踩二壘完成封杀原一壘跑者 但张玉成传一壘已经明显来不及完成双杀 四局下半第二打席 外脚大腿高位置二逢数球好球 差不多位置的变数球塞进来 张玉成上当挥棒过快挥空 中间偏外脚低位置滑球插绑界外 外脚低位置数球插绑界外 偏内脚高位置滑球选掉 接着外脚低位置边角变数球塞进来 让张玉成本场第三度对变数球挥棒落空 从挥棒位置落差不远 打击设定应该是到位了 但跟不到球的下座尾镜三阵出局 六局上半的守备机会 打者塔克邦哈急速前中外野飞球 守在中路的张玉成急向后退要接 本来后退的速度跟路径都没有问题 但球最后带点右旋的尾镜 偏离张玉成后退的路线 导致他反应过来后 要整个身体延展向右撇过去接 已经来不及 球插过手套落地形成一垒安打 就差一点点成就没记 波报员跟球评称许张玉成的拼劲也直呼可惜 七局下半第三打席 招手还是Taric Scuba 张玉成锁定第一颗外脚腰带位置 适逢速球出棒 但还是切到球的下缘比较多 急球处处只有89.7mm 形成中右外野飞球出局 整体来说张玉成的急球感虽然还是差一些 但已经比前面几场进步 尤其能对速球滑球的掌握度更高 八局上半的守备机会 一出局二类有跑者Spencer Tockelson 打者Dates Cameron 急出游击方向滚低球 Tockelson发生跑类失误 没有先观察来一球的方向 先往三类方向冲了几步 直到看到这球打在面前才要赶快回二类 这让张玉成在球打出去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Tockelson离垒过远 往二类垒包冲进去准备 等到游击手Castillo迅速把球传给他 成功把Tockelson触杀在二类之前 投手Douane Underwood Jr.也感谢这组二游打档的漂亮配合 张玉成这个手背反应很到位 触杀也很俐落 九局上半张玉成还有一个手背机会 某狠处理接船Willie Castro的二类方向滚低球 刺杀出局